另外一名50岁的岩姓女子 7号的上午准备搭船 从台东的富岗港前往绿岛 因应防疫期间 必须要逐一的核对旅客的身份 海巡署第13岸巡队 嘉兰安检所的人员发现 女子的身份竟然是 金门地检署的通气犯 目前已经移送到台东地检署归案 而这也是今年台东地区查获的 第二起通气犯案件 海巡人员一左一右 将身穿条纹上衣的女子带上车 这名年约50岁的岩姓女子 7号上午8点多在台东富岗渔港 准备搭乘前往绿岛的客船 天网星号时 被海巡人员查出身份竟是一名通气犯 本署今年1月起配合居家防疫工作 加强离岛旅客身份查验 避免居家隔离人员违规外出资情形 海巡署配合居家防疫筛检工作 从今年1月起针对外离岛旅客 加强查验身份 避免有居家隔离人员违规啪啪噪 没想到竟查到了疑似因侵占罪 而被通气的岩姓女子 而这也是台东地区今年第二起通气犯案件 岩姓女子因侵占罪遭金门地检署通气 那经过联系金门地检署 查证当事人身份及通气资讯无误后 实施逮捕 海巡人员联系金门地检署 查证严姓女子身份及通气令后立即逮捕 并押送至台东地检署归案 也提醒民众若在海域案即发现有异常情况 或不法行事 请致电1把海巡专线处理 维护社会治安 继续下家会台东市报道